大家好,我是宣问喜,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 今天点题是大师教铂底 讲一下港股情况 今天港股英俊,高开之后,全日反复向好 升幅曾经超过一千点 最后也不错,也有九百六十七点的升幅 收两万二千六百六十三点 成交一千三百七十八亿 维持活跃 今天做好又是腾讯技工 升成五个百仙,十七个多的升 突破下降轨 内人也不错,其中建行的升幅比腾讯更强 五个百仙有多,升到六个二号七 带动市上升,其他股份包括邮邦也不错 医药股亦帅 令市今天能够升成千点收市 整个市形势,今天市能够升 跟一个重要原因有关系 就是昨天,昨晚 昨晚联储局又再出招 今次叫做QE无限 QE无限卖货 今次出招,具体内容 其实可以这样说,就什么都卖了 根据他的声明 如何做法呢? 是Full range of tools 简单说,就是文化 倾尽所有去支持经济 如果是广东话俗语 就尽地一煲 什么都弄出来,晒冷去支持经济 今次QE不单止是无限 没有说会买多少 无限卖货 国债还会买什么呢? 按揭底押贷款 证券 证券ETF 而且连学生贷款 信用卡 小企贷款 都会建立一些机制去援助 换而言之 全方位去支持美国的经济 这样的措施一出 美国十零期国债知识当然 又反映了 昨天看到的应声下跌 跌穿了上升轨 因为不断买 特别是国债 你看的样子 都不知要买多少 所以 债券格格立即做好 债息就下跌 再下跌 之前充过一来二几 现在下跌到0.8 除了债息之外 美汇指数都有反应 美汇指数 最新下跌到101.5 比之前的高位 明显回转下跌 毕竟不断买 所以 QE 美元的供应就会越来越多 对美汇指数 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影响 所以 美汇指数 明显下跌 看到 101 整个形势 单看QE 或者联储局的出招来说 对股市来说是好事 只不过与此同时 疫情仍然是麻烦的 因为特别是美国的疫情 更加令大家 就比较忧心 因为过去一天 美国的新增确诊人数 又增加了一万人 数一数 去到4.6万 又多了 已经成为 中国意大利之后 第三个最高 最多人 确诊的国家 而且形势 好像越来越 牙烟 因为除了 纽约 加州等10周 实行 所谓禁足力 限制民众外出之外 还涉及一亿人 之外 更加有不同的州份 互相对 向对方 实行 强制检疫 疫情 是牙烟的 全球的确诊人数 越来越接近40万 所以单看疫情 又不是很多 碰当 换言之 QE 当然是对个事好 疫情 就不一样 当然 也有少少正面发展的疫情 就是 中国 和英国 和法国的领袖 就是中国的领袖 就是三国领袖 互相通电话 就说了 大家就会合力对抗疫情 固自然 而且中方还提出 会想透过20国集团的框架 来联合世界各国 一起 和病毒宣战 所以疫情 多了一点 这方面是正面发展的 但是 未至于出现了很明显的拐点 所谓之有叉转好的拐点 就还未出现 简单来说 单看QE 就 好似好 但是疫情 就仍然麻麻地 大家怎么算好呢 尤其很多朋友 就想撩底 在这情况之下 建议大家 参考一些大师 就是 怎样提到的 大师教撩底 讲两个大师的看法 给大家参考一下 第一个 这个很厉害的 就叫David Tapper 美国的对冲游经理 有新赚钱之神之称的 这个人 而且 过去一段时间 过去几年 俊国跌港 就是 好几次 他说升就升 说跌就跌 尤其 他说升的时候 股市的反应 是特别强劲的 所以 当地的人 有所谓的Tapper Wallet 就是Tapper 就是他的姓 他一说 就有升浪出现 最新的说法是 他说现在已经开始 谨慎的买入 买入一些股票 特别是科技股 包括什么科技股呢 亚马逊 亚里 谷哥的母公司 就是Google的母公司 都是在买 只不过 他说在买科技股的同事 也提出一点 就是说大盘 这就是我们的大市所谓 大市仍然可能会再跌 10-10 不就是这样说 这就是 暂时未见底 根据 Tapper这个说法 暂时未见底 直至什么时候呢 直至意大利的疫情 出现高峰扁平化 简单来说 升到高位 不再不断增加 慢慢升幅越来越少 好像我们之前 武汉的疫情 慢慢慢慢少来 就叫高峰扁平化 直至这样才会见底 所以Tapper就觉得 可以买一下 科技股 但是大市仍然会下挫 这是第一个大师的意见 可以供大家参考 第二个大师 就是记者分析大师 叫Thomas De Mark De Mark 他怎么说呢 他说 未来一个月至六周 估计会再跌 他说的是什么呢 是标普500指数 会再跌 会再跌到多少呢 估计会跌到2100点 穿了2100点 去到2097 很准确的 2097 三点 穿了2800点 到时 市场恐慌 就会消退了 消退完 底部就会出现 这些熊市 会出现 出现底部之后 就可能会出现 很快速的反弹 反弹幅度 一乘一 不过一乘一 之前听起来很多 近期大家都不觉得很多 无论如何 就会很快速的反弹 一乘一 接着市场就稳定 这样划 换言之 大家照听 恒生 即是标普500指数 美股 美股的形势 可能再回原 跌多 起码几个百分比 根据 Thomas Dittmar的说法 起码跌多 80点 先会穿一穿2100 之前我节目也提过 标普500指数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就是2020 这个就是 底部 海嘯底 666点 弹上去 弹上高峰 3300多点之后 0.5倍倍速 大家留意着 与Thomas Dittmar的位置 都相差 少少 又不太多 最近不算多 几十点 社费也很快到 生几十点 所以留意着 2100点之下 就是 重要位置 这个是美股的情况 这个可能 底部 随时在这些位置出现 至于港股 都可以留意着 最近 就一直在21,100点 到 23,000点之间上落 简单 21,000至23,000之间上落 如果发穿 事囊一面 有可能 就在短期的底 出现 或者再向 穿了底 继续向下 如果发穿 23,000 可能短期的底 会出现 会再弹高一点 就会测试 24,600点 重要的阻力 好了 讲到这里 时间差不多了 大家参考一下 就刚才提过 两位大师的意见 好了 多谢大家收看 再见